因為技術的部分或實質專案內容 剛剛我想大家聽到的都蠻詳細的 也應該有交換過聯絡方式 細節都還可以再詢問 那我這邊主要是比較拋一些 問問看幾個團隊在推動這個經驗的 專案執行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大的問題 待會請每一位都可以分享一下 申請這個專案在執行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心得或者想要回饋給主辦單位 可以很廣義一點沒關係 那有沒有已經有一點想法了 有嗎 好啊 就是如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其實是很 就我其實本身不是技術背景出身 然後所以在學LDA的時候 其實已經就是有點像是跨過一個門檻 然後可是在進入AI的時候 其實又有一個門檻要過 然後就是一開始會完全不知道方向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一開始在提案的時候 然後有跟孕芳姐就是我們的 對對對 對我們贊助單位 有大概兩到三次的面談 就是去討論我們整個專案的方向 然後以及就是 然後就這個過程中 其實孕芳姐給出非常多 非常具體的建議就是 就是他給我們就是包含說 技術上我們可能可以嘗試什麼樣的技術 然後他覺得這個東西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新的應用 然後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其實都是蠻實用的 對所以就是也是非常感謝就是孕芳姐的 支持這樣子 其實我想成交話題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跟孕芳姐討論很多 一開始跟我們建議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不要 我不知道我們原本要找幾個老師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預想 因為以我小學老師來講 我覺得找老師出題目沒有那麼難 因為本來想說老師手上都有很多題固 我加入10級20年 我手上題固至少也是好幾千題這樣 結果真的要找老師 可是孕芳姐那時候跟我們說不要找太多 他覺得玉琦老師不會那麼愛出題 或是貢獻題目 結果一出 真的 我本來以為像我手上有些題目 那個很好 反正那個題目也不見得合用 也不會再拿來處理 可是真的要大家貢獻出來 或是公布到網路上沒有那麼多人願意公開 也是孕芳姐跟我們都建議就是真的很實務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最底層的動作 真是我們反而沒有很多很多技術 真的很能拜託人家 然後處理真的孕芳姐跟我們建議都很實用 其實我從大概四五年前就開始有做 法律相關的研究 然後也是做資訊應用 不過那個時候的前處理都是要用一些很RAW-based的方法 然後去做一些Recrual expression 就是句對句的切割 我要從一整份檔案去切出特定specific的句子或敘述句 那其實到現在已經有LM可以幫我們做這些前處理的工作 所以相對來說就是G&V的支持下 我們可以節省掉使用這些LM的經費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我們想做的前處理 然後去比較說人工切出來的 還有Torch G&V這樣的計畫下面 我們使用LM省時間得到的效果有沒有比較好 或者是說有達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去取代我們人工這些人力繁雜的前處理工作 然後去加速我們研究的進度 自我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點類似 就是很感謝贊助單位 對真的因為這個工作沒有贊助單位我們就是陸續慢慢的做 但是突然覺得有人覺得這個是有意義的 然後用了一些經費支持我們 這其實是給我們一些鼓舞啦 應該是這樣講 那我們就至少在這個階段我們就有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上面把它腳步再跨大一點 然後呢我覺得對我來講更有意義的事情是 因為現在真的是大語言模型時代啦 像蔡老師就是專門做這個 然後大家的題目都是以大語言模型的應用為主 那我們這個其實整理這個很底層預料的這些工作 有看到這些的應用跟接觸到這些大家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整理語料相對枯燥啦 那怎麼應用 像剛剛老師也有建議那個應用 其實我們之前有沒有想到過這個 就是就跟我們鼓舞然後看到更多大語言的時代 可以可以做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 這個專案當初其實是林彥廷學長先 就先跟GDNV他們接洽好之後 才找到我們來幫他寫前端的部分 所以那個我對於他接洽的部分的細節沒有很清楚 但我要感謝GDNV提供我們經費的部分 因為那個模型的API key其實都蠻貴的 然後你還要找地方去host他們 所以就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有 收集到大量的使用者回饋的部分 然後在開發全段的過程中我覺得 我學到最多的部分大概是團隊合作的部分 因為當初我們在 討論那個資料結構設計的時候 其實有出了一些小小摩擦 最後有找到大家都同意的方式 大概就這樣 其實我的研究 因為剛好有這個機遇 遇到贊助方 然後稍微偏了一下 就是稍微偏了一下 偏到收集數據這邊來 不然之前我的研究是比較偏這個多模態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有這個機會偏告這邊來 其實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技術上的東西當然就是我本身已經有技術背景了 但是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中間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 這個你沒有下去做 你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們沒有辦法像大圓模型有那麼多幻想 所以這個經驗透過贊助方的資助 請這個人力幫我們爬從下來這些data 之後後面的問題才開始 其實後面的所有問題都是我解決的 所以他們只是幫我爬資料下來 中間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是覺得有這些經驗 這些經驗值 對其實對我們這個永續來講 我是覺得做這件事情越來越有效率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其實應該如果贊助方這邊有繼續support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績效出來 因為現在已經該解決的問題都有解決了 在收集數據這個部分 只是說就看這個未來怎麼規劃 那在還沒有未來的規劃 就是說正中間 這個是這個金主這邊怎麼樣去規劃 這個後面我不知道 但是就那個如同其他的想法一樣 就是我們自己的研究的未來規劃 還是會做只是走得比較慢 那目前我是分享一下未來的這個規劃 這個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點子就最重要 有點子你後面做下去 你可能後面才會有落地的可能 點子很重要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跟醫院合作 醫生常常會有他們的需求 那我是從他們的需求裡面學到一些東西 那麼我在我解決腎臟科醫師那邊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病人的飲食 他們很多飲食要注意 那對我來講就是使用這個 民眾只要使用他 他有病的話 腎臟病的話 使用手機APP 我們開發的大語模型的APP 就拍一下食物 然後這個大語模型就跟他解釋 這食物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病不能吃 如果你要吃這個東西 你可以取代什麼樣的類似的食物之類 這種食物的把關 對很多這種有腎臟病 有糖尿病 有些其實他們很需要 所以這個需求 那這就是一個點子 很好的點子 所以這個未來會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訊 就是圖文的 那第二個就是多代理人 就是Peper的Peper叫做MOA 這個MOA就是Mixture of Engines 就是混合智能體 那所謂的混合智能體就是 一群小的大語言模型 打敗這個GPT4O這個大模頭 這個裡面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怎麼用幾個小模型 那每一個小模型都有自己的專長 那麼他們彼此之間溝通協調協作 然後呢展出了這個一份報告 是可以超越GPT4O 那目前這個部分 程式技術部分都沒有問題 跑出來的結果也是都沒有問題 那未來就是希望利用這個Multi Engine 就是多代理人 就是剛才講那個技術 讓這個落地的這個模型真正的民主化 也就是說你只要能夠拿到不同的各種各式各樣的代言模型 你把它協作起來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社區 就是這個代理人的社區 那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讓它更多的意識 搞不好會覺醒也不一定 那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用這個NVIDIA的Universe的一個 Universe就是它的一個軟體 它裡面可以建那個各式各樣的場景 那我打算在裡面呢 就是擺很多的這個機器人 機器人每個機器人後面就是link到一個大雲模型 然後我就讓他們在那邊生活 建立他們的社區 那這個混和自然體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其實是超出你的想像的 他們會自主學習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專長不一樣 所以我只要負責給他們問題 那麼他們協作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強 這種這個是我第二個要做的 就是怎麼樣建立我的這個 有人叫做Didual Trim 就是說Didual Trim就是 數位軟生的環境去測 但是我把它延伸到 其實是一個軟生的一個虛擬世界 那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解決我們政治世界的問題 然後有機會來能夠服務我們政治世界 這個是我第二個未來的規劃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非常有趣的 這個也是 是一個 我花最多時間在上面的 的一個研究 我也是跟各位一樣也是 沒有接觸很久了 就是我大概是GPT3.5出來的那一天 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大概時間過得很快 大概快兩年了 快兩年 所以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要學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可能沒有每隔兩三天 就會有一個突破 那像這個LAMA 3.1 我也是第一時間就開始玩 就第一時間開始去評測它 開始去了解它的能力 所以後面到底還有沒有更厲害 更突破的這個是值得期待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 可以秉持這樣的一個心態 就是繼續往前 了解 來 麥克風 那接下來問的問題 其實剛才這個老師已經 比較從他的角度回答了我想問 大家其實來申請這個專案 它並不是對你的全職 因為你其實是想辦法在你的研究過程 或研究志趣 或者說上班職場上去播一些心理 那你會怎麼看 看起來你怎麼去播出 投入這個project的時間 這有一點點個人 因為我們其實GNV 我們先回路一個背景 GNV其實蠻多的專案 都是社群志願者的投入 那特別是這個專案 當然也是可能有部分 是有在公司的資源來投入申請 或者說在自己的研究室 這個學長的介紹 那或者說是自己的可能上班的環境下 跟一些外部機會合作 你怎麼去抓住自己貢獻在這個專案的時間 或怎麼去規劃這個部分 那你會期待這個project 舉例來說 報道者參與這個申請 它的成果是歸於報道者 還是說它也會open出來 或更把它變成一種跟community合作的專案 有沒有什麼長期來看的方向 這也是開放性的問題 那我們還是從報紙這邊先開始 我們的法律顧問在那邊 法律顧問 沒有啊 就是 其實媒體要碰AI這個領域會有蠻多的限制 然後有很大一部分限制 其實是源自於AI 它就是會胡說八道 然後但是我們不允許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在應用上就會有非常大限制 但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就是 因為現在百工百業都在嘗試這個新的技術嘛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就是可以嘗試有一些安全範圍以內的應用 然後這個應用其實是可以造福不只是媒體 可能是整個比如說整個媒體的生態圈 甚至是非營利組織 比如說像這個產品其實有還蠻大的一部分 是我們希望可以去support那些 比如說耳少的NGO 或者是特定的監督的團體 比如說環保組織 他們可能還是會想要從這些公共議題出發 去觀察說國會是如何討論這件事情的 那我覺得立委儀表板這個產品 他就會變成是這些NGO 這些利益團體 甚至是國會記者 不只是報導者的國會記者的一個後盾 對 所以對我們來說很明確就是我們希望 這個產品不只是我們家記者可以用 他是一個很open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資料 他也可以造福那些可能在做 現在正在做國會研究的人 就是包含說就是中研院或者是跟政治相關的學者 就我們希望說這個東西他不只是 他在可能不同的面向上都可以有一些貢獻 所以我這邊也延續 好像聽起來是一個 藉由這個專案扮演一個生態圈裡面的一個角色 對 因為你有看到其他角色 NGO有這個需求 或甚至其他的媒體同業也有這個需求 那報導者希望先結合技術單位 發動一些開源可以用的 不管是服務產品或者是技術 或者是走過一個卡關的部分 然後把它突破 這個經驗把它open出來 那帶動一些想像這樣 對 沒錯 如果待會幾組也有這種 宏大的願景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不一定要明天就做到 但是我們可以share一下這個願景 好 其實我們 我先講我們運用時間 因為我們就是 我跟肉依我們就是固定 禮拜二晚上開會 然後我們就是 還有頒過兩次的實體工作坊 培訓老師 然後我們線上開會也很多次 還有跟其他 因為全台灣老師分散各地 我們在說明 然後就是幾乎都是雲端協作這樣子 那我們也期望說 其實我們後來有發現說 可能公部門在收資料 的確收這些最基礎可以訓練的資料 可能都有一些困難或法規的限制 對 像 因為我知道漢林是有跟 就是 出版商 出版商他有跟Gemini 跟Google有合作 可是以教育部來講的話 好像很多資料 他不能自己 直接拿出來運用 所以可能反過來要從民間去 或是我們類似現場老師去做去收集 那我們當然長期的目標還是希望說 可以真的幫助台灣的老師 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一些AI 在教育中具體落地一些場景 然後培訓一些老師社群 因為目前AI看起來可能 在中小階段可能不是萬靈單 就是放進去AI 學生成績就自然會變好 老師自然會變得更會教 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訓練 或是要一些嘗試 知道他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 什麼地方可以用 什麼地方不可以用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種社群方式 先慢慢招募一些有 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老師 然後慢慢一起在教育中落實 看看到底要改什麼 改什麼可以做這樣子 就是我們也可能是效仿 像不知道老師這樣 就是提供一個基礎 社群化的 對 往社群化的方向做 因為有新的老師 可能就有新的需求 又有新的方向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請法律 法律有什麼社群可以經營 我自己沒有那個夢想 我是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順便做 也會跟我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關 那如果我自己不push 那就多讀幾年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有一個被動的動力在 所以就會做這些東西 我這個案 這個計畫是那個台語的文獻 其實因為相對比較小眾 真正的需求都來自學術界 然後是語言學的 我們這個團隊的 有一個核心的是語言學背景的 所以他對整理這些是很有興趣的 就是不同的語言 但他有一個共同的model 從語言學的理論角度 就是不是從那個統計的大數據角度 他們語言學本來就有一套研究方法 去把那個語言的樣本 做蒐集整理 然後去印證它的模型 這樣 所以 一開始是語言學的這些需求會存在 但是 台語的語料沒有這些資料支援他們的話 他們也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那 他不是一個非常急迫 但是他就是一個持續存在的需求 然後一個比較小眾的需求 然後剛好我們團隊裡面有這樣的專業的 的朋友在 所以就 的夥伴 所以就 我們就長期其實就有蒐集 然後蒐集到資料就會做一些這個整理 所以 有這個一個一個這個小的背景 那 如果說未來的話呢 當然 整理的越完整的話 或整理的東西越多 對他本身的語言學這方面的研究 本來就會更有注意啦 但是又回過頭來就是 參加了這一次之後 突然發現 欸 他的這個 國語台語的翻譯啊 或是對照或什麼 這些在 大語言模型或是generator的這個演算法上 或許還真的還有一些其他的幫助 還有突破的機會 對對對 這就是 又開啟我們一些觸角 聽起來可能就是 長期的語言學研究 已經有界定一些代辦工作 放在那邊 對 當然這次的大語言模型也好 或者正好有一個贊助計畫 作為一個實踐跟探索 然後發現到或許還有一些串聯的機會 對對對 這個是真正的收穫啊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收穫 因為像剛才有幾位有提到那個贊助方那邊 贊助方其實他自己在矽谷的經驗很豐富啦 所以 他可能 不管是從市場端或技術端 他都可以直接給你是比較 他看到國際上的趨向 那這樣的話 那台灣在我們資源有限 人力有限的情況下 做什麼是最 這個以小博大的這樣的想法 有時候蠻多的討論 在線上我都聽到 大家都有這樣的討論這樣子 OK 好 我們換下一個研究生 你看有六組有兩個研究生 其實研究生產能也蠻高的 我根本大學還沒有畢業 你大學還沒有畢業 所以你是大學生 那更好 那更好 就是 就我們三個科網頁其實都還是大學生 然後剛好在同一個實驗室這樣 然後只是大家都剛好點到科網頁的技能 然後又對那個大型語言模型有興趣 所以就跟學長討論之後 就決定做這個 就直接當我們的學士專題 學士專題 對 然後 基本上我們討論的時間就 大部分都是 每個禮拜三中午實驗室 meeting 結束之後可能會小小討論一下 然後 其他就 大概傳訊息講一下這樣 基本上就是 我們也會跟那個學長跟教授討論一下 我們 我們那個 網頁的一些 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是 就基本上 後來 我們是很後來才想到那個 要去鼓勵使用者使用平台這個部分 因為一開始就是 大家都沒有往那個方向想 就功能有了就好 學長好像也沒有從那個地方想 是後來 對 大家越來越討論 之後才 有這種想法出現 對 其實也沒有很遠大的目標 我們就好好把專題完成 然後希望這個平台推廣出去之後 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資料 來幫助大家去更好的微調這些大型語言模型 真的嗎 真的嗎 林宇峻老師是說 這邊收集了很多很棘手 對大型語言模型來說很棘手的台灣問題 那些好像也就是 可以拿到競技場去 我們來問問看 因為他們這邊已經有一千題 這個基本上是從老師的 學識經驗 教學經驗 歸納出來的 這樣子 剛才提到的這部分 這部分可以跟學長討論一下 好嗎 好 那再請老師分享一下 這個 就剛才所說的 就是參加這個案子 其實當然就是 對我來說是全新投入 但是我還有其他的研究在做 所以就是 也算Part Time 只是說 做這個案子的 當初提這個計畫 大概就是 初心是 只是要把我的研究生訓練好 那 要訓練他 如果我直接教他 其實 就有一些教育的題目 那個就是 你的學習成效 其實學習成效不好 直接教他學習成效不好 直接把問題丟給他 直接把他丟到水裡面 丟到海裡面 對 要嘛就扶起來 要嘛就下去 這個 還是會看著他啦 不會扶下去啦 就是 就是 我 算是夢想吧 還是我理想的那個世界 就是我建立一個研究團隊 非常強大的研究團隊 可以幫我做任何事情 但是現實就是看到 就是 能不能用是一個問題 所以 當初的初心是這樣 我是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訓練他們 反正給他們錢嘛 我就可以拿皮鞭啊 拿什麼去鞭啊 就是 他的初心是這樣子啦 就是可以幫我訓練好這個 就是有一個資金 可以幫我訓練好這個研究生 然後 然後我有一個研究團隊 可以幫我做事 對我來講就是研究最重要 你手邊有人的話 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那是不一樣 然後我可以外面再拿更多的案子 然後做更多的事情 大概 就是這樣的一個永續的一個 一個出行人 人才培育 跟有專題導向的訓練的精進 好 那 依查貝有沒有什麼想問看 或者 就是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這個 尤其謝謝我們 可以 往上 是上 對對上 尤其謝謝 運方他今天沒有來 但是 他的這個 金錢資助 是我們可以開始這一切的根本 是 那當然也非常謝謝執行的團隊 然後 然後 我其實 一直不知道 台灣在這個大型語言模型的 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或是這一波的AI 生成式AI的過程中 我們到底 會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才有機會賺到錢 除了硬體之外 那 但我後來跟一些朋友討論 越來越清楚是有一些 我們其實是在某些大廠之間 不會做的那些縫隙 然後 是基於我們自己獨特的經驗 那 去把它做到一個極致的話 是有可能比世界杯的 那 我覺得 當然 這個 就是 這幾個團隊在過程中 一定有學到一些方法 那我覺得那些方法可能是 除了留下這些資料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 那譬如說你們怎麼去做這些資料集的整理 那 那這些可能是一些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記錄下來的 那這些東西也許就是這個某些新創的雛形 那 所以 也想聽聽看大家有沒有學到 覺得有學到什麼樣特別的方法 然後 或者是 就是 有沒有什麼 覺得 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點 在 最後 在你執行這個計畫的 比較是技術跟執行層面上的事 好 那我最後 在大家回答這個最後一題之後 之前 也補充一下 其實我今天上午聽到下午 我覺得 有些拼裝的思維是有在裡面 但是快速的組裝 你知道你的目的目標 你的心智很遠到 但你有一些方向 那個組合的能力 其實GNV 為什麼GNV來做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 我們有在做AI嗎 沒有 但我們看到一些要組裝的 因為GNV的專案裡面已經開始在用LM 所以我們有看到 它其實是可以帶給很多 不管在公共層面的意義 那商業價值當然不用說 所以我們發現到這樣的契機 那再加上我想很多的 剛才提到矽谷彎曲的一些經驗 一直都有在input到台灣 甚至其他國家的經驗 我們看到了 所以我們也主動去湊成這樣的一個場域 那這場域大家當然可以自由的去合作 有的是做benchmark 有的是做資料 有的是做台語 其實我們的提案團隊 在收建的時候 還收集到原住民族語言的團隊 那當然有一些考量 或許沒有辦法入選 不過那些團隊都其實是可以連結得到 那所以最後Isabelle 我覺得真的是要走過一輪 才知道技術的課題點或你的心得 那最後一個小題目就是留給大家有沒有什麼 不管是社會協調面的技術 還是說真的技術在程式語言或模型語言上的技術 你可以分享給聽眾跟線上的朋友 我們就倒過來好了 要不要先請老師先分享一下 這個技術呢 我最後講技術了 只是說 只是說 我想是現在大家數的這個時代不太一樣了 現在有一種說法 就是軟體1.0、軟體2.0、0.3.0 軟體1.0就是你就學Python 你就教Python 然後學會了軟體1.0就過了 那現在軟體2.0就在這個 一年半前到兩年前 就是切爾GPT出來之後 你要跟它共生 就是你要用它 你要把它當tour 在你的工作上 所以從那個時刻起 大概兩年前 就是GPT3.5出來之後 我就每天在用了 而且因為我有重度使用者 那個是軟體2.0 軟體3.0就是 你除了自己在用以外 你還有代理 就是說你怎麼樣把這麼多 就是engine的觀念 多代理人的觀念 就是把這麼多的代理人 串接起來 就所謂的工作流 這個做什麼 那個代理人做什麼 你必須要能夠 有這個能力把它整合起來 這個是軟體3.0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軟體3.0了 所以在紀錄上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現況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還停留在軟體1.0的 你要知道有軟體3.0這件事情 這個是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問題 就是 ok 好感謝 來 再去進技場 然後我就分享一下寫網頁的部分 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已經沒有人 真的從頭一行一行開始打 就現在基本上大家都習慣先從那個 比如說你先對你的GPTT隨便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然後再一點一點把它評測起來 其實會很大幅度的加速你開發的速度 然後雖然GPTT基本上它通常不會一次就給你正確的答案 但如果你是慢慢的去調整 然後得到你自己的想要的結果 這樣的速度還是比你從頭一行一行起來的快 而且很多新的技術其實老實講 我也不知道到網路上要搜尋什麼才可以找到這個 連Keyword你都不想知道 對 有時候很神奇的是GPTT 你可以在不知道這些Keyword的情況下 你可以 你就只要告訴它你想要達到什麼結果 然後你就可以更快的達到這個結果 我自己是傳統就用ChargeGPTT 但我的隊友有用Keyword 對 那我可以問一下你那個 就是工作中的這些讓你記錄都有留下來 基本上不會刻意把它刪掉 對 好 對 大概這樣 好 謝謝 我分享一個很小的一個 就是passing text的經驗 就是我們用那個詞點去做第一次的切詞的時候 我們後來做了比較多之後就發現 先把詞點的名詞動詞分開 先切主要名詞 然後再去切動詞 然後再去做檢查 它的效果會相對好 就是速度會比較快 這是一個很小的經驗就是 那這個呢 就我的那個夥伴說 它印證一個語言學的passing的一個流程 就是它的那個entity會先 然後它是用動詞來串所有的結構 所以動詞是主角 但是entity因為它的奇異性很高 你會用很多不一樣的那個character去生成那個entity 所以entity處理完之後就再抓動詞 就有一些過程是 就是跟那個語言學的那個經驗有一些 有一些結 也就吻合啦 但是做了之後我們才發現有這個小小的這個過程 再處理這些 欸 比較那個character比較複雜 或比較雜亂的那個語言的時候 或許它是一個小的經驗吧 好 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做一個系統開發的話 會比較變成就是 你要有彈性 然後要有可用性 而且你要可以滿足你的user 那這件事其實是持續漸進的 你要先feasible 就是你要先可以跑起來 可以跑起來就是一個起點 然後你要可以fulfill你的user 然後再來才是feasible 就是可以應用到不同的user 有一個固定的架構 然後有一個slp 你只要替換掉某個部件 你就可以換成面向到別的user 或別的應用 對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是我的經驗 OK 這麼快 沒有 其實我想說的是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運方姐就跟我們一個建議說 好像 我記得好像說大語言模型 不是互成合 資料才是 所以我那時候想的是說 我們再重新 回到我們想的 我們可能是說 我們在做這些資料收集之前 我們可能都要先定義 什麼叫做好 我們預期中好的東西 應該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以教育來講 我們可能是好的 什麼是好的對話模型 什麼是好的課本 什麼是好的資料 我們先把好的標準定義出來 大家談好之後 甚至可以透過AI去生成 我好像前一天有看到一個論文是說 拉麻山可能生成的水準 會比人類 他從網路上爬下來的水準還要好 所以我們可能定義好好的標準之後 可以透過更新的大語言模型去生成 可以被訓練的資料這樣 所以我在想說 以後可能大家做之前 都要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標準 先定義標準 才去做後面的事情這樣子 謝謝 我覺得我的話可能 分享的會比較不那麼技術一點 就算是我個人的take away 就是因為雖然說在座 可能大部分都會一些 就是會寫call 會是會就是 會一些語言模型的相關技術 然後但是這個專案 確實是帶我從 就是帶我從就是一個小白 然後開始認識AI到使用AI 就是不管是那個時候用GPT去做摘要分類 甚至是後面去建置一個網站 就我也是用Cloud 然後就像前面剛剛的那個獎者講 就是我完全沒有寫call 然後但我就建了一個有Java screen 然後有一個很完整互動功能的網站 然後我覺得就是最大的 就是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就是說 就我以前會覺得應該是 我先想好我要 我要使用什麼技術 然後再也再去想說 那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但我後來發現 其實在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是我可以先想好 我的目標 我想要達成目標是什麼 或是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再跟AI或者是跟 就是在跟AI對答的過程中 去找到一個非常實際的 problem solving的路徑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身邊也有非常多的大神 就是在座各位可能都是大神 然後再跟就是很多的專家去做討論 去逐步的修改自己的解決方法 然後我覺得是 就是對我來說是很實際的就是進入 就從文組進入到離組的一個非常實際的路徑這樣 所以就也提供給 如果線上有文組人 然後覺得AI很難或是寫口很難 就是可以嘗試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就先掌聲感謝六組團隊的 這個最後一部分就是 我覺得是比較分享 不只是專案的內容 是說在這個風潮下 在自己的崗位上或在工作上 怎麼轉化這些想法 其實都不太一樣的想法 那也希望線上的朋友 線下的朋友 大家應該也有一點 有部分有共鳴 有部分也可以聽到一個新的路徑 那今天的活動 整天的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 怎麼樣 合照 那我們活動先到這邊 Ending好不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感謝 謝謝 那我們請獎者團隊們 六組團隊們 我們到台上來拍個合照 那線上的朋友們 可能就會關麥克風結束囉 謝謝你們參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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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